直接結尾 Hello, 大家好 其實我是鋼琴老師 曾經在香港的時候做過兼職 大家好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很開心我今天來到這裡有部琴 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有琴 但是因為我住在House 上下格一般 下面有租客在這裡 所以就不方便 變了我很少很少彈 都生疏了很多 今天來到這裡這麼漂亮 設定了然後有部琴 還有三角琴 其實我爸爸是調音師 應該叫他過來表演一下 好了 言歸正傳 我在The Arc 就是Downtown這邊Concord Pacific 建的一棟去年 基本上去年入住的新樓來的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本身主要是想介紹一下 一個挺特別的兩房間 它是兩間房間 但是其中一間房間 平時可以收起來當作書房 有一個沙發 但是有朋友來呢 又可以拉行門過去 令到空間可以靈活用 不過既然來到 又有Penhouse可以看 所以大家順便來看看 Vancouver這邊的Penhouse是怎樣的呢 我們又過來看看 現在我這個位置 就是客廳飯廳的位置 這個是白人桌 那個空間都不算超級闊 但是你看到擺了白人海 這邊還有一個屈進去的位置 可以再擺一些櫃 少少裝飾 然後這裡看是西邊 差不多都三四點鐘 開始準備日落 太陽已經在那邊了 這邊是正西 我們這邊看過去 全部都是Yale Town 就是整個是Yale Town 也有很多房子都是Concord Pacific 大家看到拍了很多遊艇 再向後面就是更加下跌的地方 我們又回到這邊 因為它是一個wrap around的露台 好 這門就是要兩邊揭起來才可以打開 好 一路可以推開 兩邊也可以 這樣就是開到最開了 然後露台出來 那裡就是旁邊的 這裡中間有兩個欄 這裡有一個玻璃 那裡也有一個 中間這個區域就不去的 其實我們下面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Camby的橋 這裡一cross over 去對面就是Vancouver 我們這邊就是剛剛好下跌 Camby一下來落地的位置 我們又走回去 剛才我們去看那個位置 這裡一過來就向西邊了 後面就已經是北邊了 我們後面就更加密集了 就是Vancouver這邊單坦 不同的建築 來到這邊就是 你看到樓底是超高的 上面那一層其實是open的 那裡其實是family room 我們等一下都會上去看看 那個單位就是2220呎 然後剛才我們走外面的 路台就接近400呎的外面 好看回廚房 我想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不是第一次看concord的東西 可能因為香港很多人都喜歡買concord的樓 我們今天機緣巧合 又回到這裡了 我們也是照顧看的 下面是櫃桶 兩格的 那牌子呢 這裡全部的電器呢 都是mila 除了微波爐 這個是咖啡機來的 是比較premium 因為這個是penthouse unit 所以它就是做了一個咖啡機在這裡 按個按鈕 它的螢幕就會亮 設定好之後 就可以在這裡按你想要什麼類型的咖啡 然後上面是storage space 下面也是 旁邊這些是pantry 有好幾格 裡面也有位置 下面呢 就是可以拉出來的 整個 爐頭 是四個gas爐頭 抽油煙機有1,2,3 再加特別厲害的 好 然後呢 countertop 它是白色 是石鹰來的 bassplash是鑽 鑽了鑽的 上面這些儲物空間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爐頭下面 就六格櫃桶 上層的三格櫃桶裡面 還有再造櫃桶 下面就沒有了 下面的三格櫃桶都是這樣的 高度、闊度、深度都是一樣的 鼻波爐在上面 焗爐在下面 牌子是milla Panasonic是微波爐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的內籠 然後儲物空間的話 樓上還有一些 這個裡面放了很多雜物 這個是island island space ditchwasher 做了在這裡 一樣 牌子也是milla 升盤下面照舊的 都是可以拔出來的 垃圾桶空間 還有這些可以放些清潔用品的 它每一個unit 尤其是brand new 都會配下面這個浪碗架 和質架 這裡還有一個可以放調味品的櫃桶 廚房的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不如現在去看看房間 和樓上的空間 我們進來這邊 正門在哪 正門在這裡 正門在這裡 燈性的門口 是這個位置 你進來這裡 這裡有些 住民空間 裡面都做好櫃 打開門也有led燈 正門進來對著這邊 這是一個suit 有露台門可以出去 這邊是望正西的 所以日落都會挺漂亮的 這些全部是去Display的傢俬 裡面也有配置自己的衣櫃 這邊是掛衣櫃 這邊還有一些櫃桶 總共有三架 那些led燈 你開門感應 它自己就會亮 關了門 它就會關掉 洗套間是5層 兩個星盤 下面是櫃 可以拉出來的 後面有浴缸 還有有浴缸 浴缸 浴缸上面那個 翻炸頭就不能動 但是浴缸這裡 可以拉下來的 不過我覺得浴缸 好像有點窄了 相對來說 這個也是可以調節高低的 像我們香港一樣 這個還有一個 它配了一個可以拉出來的 鏡子的空間 有放大鏡 這個 拾下去 這邊也是 正門進來 一間房 這裡還有一間房 這裡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 也是一間房 但是它沒有一個可以出露台的空間 它是有一段可以開的窗 這邊也是窗 也是正西 洗手間和剛才很相似 不過它不是5層 但裡面的元素是一樣的 這個浴缸空間就大了 不過它沒有一個設定 一個洞 可以讓你放一些 简液的位置 兩套房 這邊還有一個 如果有人客人 不想讓他進去 用那些套房的洗手間 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就叫做闊 至少你不用說很迫 轉身 它用門 也是用這些 推拉門 然後 浴缸就是這裡 我先放下咖啡 跟大家講解一下浴缸 MILA這隻乾衣機 是比較高級的型號 為什麼呢 傳統的乾衣機 大家都知道 它是吹一些熱風 將衣服的濕氣帶走 所以它會形成很多熱的水氣 然後就要靠排風管 把它排走 而這個過程 耗電量會很大 沒有這麼環保 這隻乾衣機 它是Heat Pump Dryer 它的原理 它也是會吹一些熱風 熱的水氣 它就不是排走 它就會有一個冷型裝置 這個冷型裝置 會將熱的水蒸氣 變回水 它最後就會出現在這個膠盒裡面 你把它拿去浴缸 或者馬桶 升盤 倒了它就可以了 這樣就放下去 因為它是沒有排風的裝置 它這個機器在裡面不斷吹 這樣運作 所以它對除塵的要求 就會高很多 所以傳統普通的乾衣機 通常只有一個隔層網 但是這部乾衣機 裡面本身自己 其實有三個隔層網 第一個在這裡 這個隔層網是第一個 然後拿了這個出來 還有一個 另外這個 就是再一個隔層網 兩個 然後還有一個在哪裡 這裡還有這個濾 這個濾 拿出來 這個東西是整個 也是可以拿去洗的 透過這三個隔層網 就能夠令到裡面 它循環的空氣更加乾淨 好了 我們講完乾衣機洗衣機 突然間這個 那麼技術性的話題之後 我們繼續參觀一下 取暖 這裡是中央冷暖氣的 所以有這些控制器 你是冷冷還是熱 你就可以調教 裡面有些計劃 你可以調教什麼時間 自動去到幾個地方都可以 Penhouse 兩層 複色的 我們上來 上來這裡 首先 就有個 好像家庭的房間 整個普通單位的客廳 那麼大的 在這裡放了一張沙發 後面還有空間 周圍都有電掣 有很多種用途 臨時家裡有很多朋友來 上來打機 上來睡覺 什麼都可以 因為主人房就在旁邊 你把樓上當作你的書房 或者其他空間都可以 可以納入主人房的用途 來到這裡就是主人房 它的方向跟下面兩間房一樣 都是向西的 這一張是King size床 衣櫃就在這邊 剛才跟下面那些都開過 這裡基本上都跟剛才一樣 看到這個Shower 後面還有一張 沐浴露那些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的櫃就不開了 那我們看看 我們錯過了這個 它還有一個釘子 長條形 床應該不會放到 藏書房 雜物房 這個是網絡的箱 比如說你要裝寬頻 那些店訊公司的人 就會在這裡搞一輪 放那些箱子進去 看看我放不放進去 這邊還有一個門 先進來 主人房的門是特別大的 這邊關了 這裡還有一塊 抱歉 要這樣才能關到 這裡還有一個門 直接回家睡覺 你可以上到29樓 走走廊就可以進來了 所以它有兩個階段 這裡總共有三面大櫃 裡面全部都是設定好 掛衣服 買了櫃桶 還有也裝了燈 住民空間它也充滿了 這個Pan House 特別大 那我們去看一個 再親民多一點 那我們現在看那個單位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兩房單位 先進來 這個單位 為什麼我會覺得比較特別呢 它不是太浪費的 大家剛才看到我們看Pan House 進來都是走廊 或者門口對住房 這個後面門口 轉個彎 一進來 這裡已經是廚房了 廚房 廚房 它反而不多 它沒有Island 這裡可以放四人桌 甚至六人桌也可以 這一邊 這一組是洗衣機 它把洗衣機也融入了廚房 這也是跟剛才Pan House說的一樣 兩千多元那一部 比較省電 比較特別的乾耳機 客廳 就是這個位 它是向東的 現在就沒有了太陽 這個就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位 現在就設定了睡房 如果真的要睡覺 或者真的有另一個人住 你可以把整個sliding door 拉一邊那邊會跟著的 拉一邊 這樣 而這個房間 它現在設定了什麼 旁邊也有這些書架 衣櫃 它是推門式的衣櫃 它是有Soft Clothes 這樣推進去 它也不會一聲撞進去 這邊也有裝了燈 這邊兩邊有擺東西 這裡有些好像床頭櫃的空間 伸出來擺放一些電話 下面呢 就是一個小小的櫃桶 這個Display的後面 還有插鬚的 還有Switch可以開關燈 那這一塊是什麼來的呢 可以把床反起來給大家看 但當你朋友啊 子女過來Visit的時候呢 嘩 好重啊 OK I can do that 好 好了 那它已經自動變了一個沙發了 我試試坐 第一次坐 我應該不是很重的 OK 當然啦 不可以說是 就是 不可以說是超級舒服的那隻沙發 但是起碼叫做 可以用一下 那我們把它還原 這個很重啊 OK 好 好 那這一隻呢 好實 什麼叫好實的意思呢 是 我剛才這樣整塊反下來 它立刻自動碰地 沒有摔下摔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有另一個Listing 是遠一點的 是Suri 它也是Murphy Bag來的 是另一個發展商 它下來之後呢 它就不可以像這個這樣 立刻到底 它是這樣的 它有點條條摔 那是為什麼我說 這個好實的 好 就是這樣 另外一間房間 真正的主人房在這邊 主人房呢 都是向東 同一個方向 上面那個窗可以開的 下面不行 那Concord呢 這一期它的窗簾呢 都是這些黑色的Black or Blind來的 是兩邊衣櫃 堂門色的 有櫃桶 有掛衣 跟剛才那些一樣 Soft Clothes 洗手間一樣 後面有浴缸 其實洗手間就一模一樣 我們還有一樣東西未看的 這個Unit 假設真的有人睡的那間房間的話 洗手間就用這個 它就是門口進來這邊 這個是3 piece來的 一個大的Shower 再加上標準的配置 然後這裡再加一個BANG 放到書桌 一些處分空間 看看露台先 這個露台有些弧形的 其實對Arc 每個露台都有點不同 因為它不是直的 每個露台都弧出來 剛才我們看了西邊南邊的View 這個就是東邊的View 前面這棟是One Pacific 後面就是Rogers Arena 對面就是Olympic Village 那個球 其實就是Science World 後面是北邊的雪山 那邊其實已經是北溫 這裡看過去 那個高的位置就是Burnaby Mountain 前面就是Metro Town那棟高樓 看回樓下是什麼 其實這條就是Candy 剛才在另一個Unit都看到的 對面一路過去就是Vancouver 那裡就是奧運村那裡 其實我們後面這裡就看不到 好了 Downtown本身都很小的 那辦公樓都不多的 就是跟香港、New York、Toronto比 我想就是差十幾條街的了 所以在Downtown 都有幾多人是選擇在這裡居住的 那幾個主要區 我們這邊是Yale Town 然後Downtown又是市中心的位 又有Cold Harbor 那Yale Town這邊呢 就相對來說感覺會放鬆 近十年都很多建築 那時候這棟是最新的 那Yale Town就十幾年裡面 陸續都有不同的建築 然後這裡附近也做了很多公園 有很多餐廳、咖啡店 在這裡後面就是Costco那裡 然後這邊也看到一些公園 還有海邊的跑步驚 單車驚 可以繞一圈去到Stanning Park 它這一隻是三層玻璃來的 三層玻璃就保暖 隔聲那方面都會做得好一點點的 那離開這個單位之前 和大家總結一下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桌面 它的室內面積是七八九十一尺 這個桌面其實是Unit Fifteen 它是一個轉移 所以和我們這個剛剛反轉了 但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門口進來呢 有個洗手間 對著一個釘 然後這裡轉一轉 左就已經是廚房了 然後這裡是客廳 然後主人套房在這裡 另外剛才那個推拉堂門的房間 就是這個位 那已經有洗衣櫃和床頭櫃兩邊的 價錢 這個呢 其實我是在二十八樓的 這個是Display的 所以他們是不買這個的 如果是二十六樓的話 基本上是一百四十二萬左右 那如果是說 Pan House最高的那個 二十九樓呢 那是一百五十二萬左右 即是貴十萬 那二十三樓呢 都有一個在賣的 就是一百二十六萬 那我們來到德厄這棟樓的其中一邊的大堂了 那它每個大堂呢 會有三部升降機 上樓上的 那我們現在出去看看街景 和建築物的外觀 那我們現在出到街外邊了 那我可以抬頭望下 德厄其實有兩棟樓所組成 那中間相連的 中間會有一個空中的泳池 那我們下一集呢 都會上去看看 那它的鎖匙 那它的鎖匙 可以通到兩邊的大堂 因為它們是相連的 管理處人員呢 就在對面的大堂 那我們下一集呢 都會去卡帕看看 那我們下一集見 我們下一集見 那頂一集見